第1 作品 动漫产业 嗨 我是孙晴月 动漫产业现在可以说是相当发达 作品种类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 而能够成为一部知名作品 通常都是该作品掌握了几种吸引人的要素 例如剧情故事相当精彩 或是作者拥有强大的画技等等 不过撇除掉剧情与画工 一部成功的动漫能够吸引读者的还有一大元素 那就是塑造成功的角色 没错 一个成功的动漫角色 不只能牢牢抓住粉丝的目光 也能增加剧情的深度 甚至还能衍生出许多周边商品 是的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日本网友票选 最受欢迎的女性动漫角色 TOP5 并且我要挑战把她们捏出来 没错 这次要感谢一闪亮之名 给我机会尝试这个主题 一闪亮之名是一款高自由度的时尚生活游戏 主打可以建造理想家园 DIY独一无二的衣服 而其中最让人讨论的就是捏脸系统非常强大 以手游来说 真的各方面的自由度非常强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试试看 用这个手游来还原 最受欢迎的女性动漫角色 好 在捏脸之前 我们先来揭晓名次 平泽维 平泽维为K-ON轻音部中的女主角之一 为轻音部的吉他手及主唱 发色是茶色 用两个黄色发夹固定额头右边的头发 加入轻音部的原因 是最初错把轻音乐当成轻松的音乐 且当时对乐器的知识也仅限于响板 对其他乐器没有概念 不过他拥有绝对音感的天赋 个性方面则是相当懒散及天然呆 虽然因为貌似的性格而常常搞砸许多事情 但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傻气的个性 却总能让人原谅他的故事 拥有众多的萌属性 例如天然呆 治愈系 黑色裤袜及些微的百合 而个性虽然貌似 但对下定决心的事情其实相当认真 角色的姓氏 源自乐团Pmodel主唱间吉他手的平泽靖 有趣的是平泽靖自己因为在推特留下了 有没有搞错啊 我是平泽靖不是平泽维哦 遭到又惊又习的众多网民赠与发露浪潮 令他反而下了一大跳 而在2009年时 平泽维于日本动画最萌角色大赛比赛中出登场 并一路挺进决赛 在当年取得亚军 也在同年度的日本雅虎网站中 获得最想取得二次元老婆投票第五名 在2010年的ISML国际最萌大会中 也获得了第九名的好成绩 其深优签名的同款吉他 甚至被拍卖至2000万日元的天价 梁公春日 梁公春日出自作家古川流创作的七小说作品 梁公春日系列 为作品中的女主角 相貌较好且成绩一流 体育万能 身体素质非常高 基于这些原因 所以受到很多男生的告白 而对于前来告白的对象 梁公春日通通不会拒绝 但很快就会把他们甩掉 最短五分钟 最长一周 而在性格上属于自我中心 旁若无人 唯我独尊 但只要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 就会表现出超凡的行动力 一旦定下目标 非完成不可 甚至为完成目标 可以不择手段 除此之外 其开朗阳光的性格 搭配傲娇的属性 收获了许多人的芳心 在故事中 拥有相当庞大且不可思议的能力 强大到能无视法则 改变世界 如果想要某个东西出现 不论是否合乎常理 遵循物理法则都能够出现 例如深沉遭遇绝种的旅行歌 让猫咪开口说人话 甚至因为太过寂寞 而让暑假重复了15495次 《良工春日》不但荣获 2008年第四回 这本七小说 《真厉害!女性角色部门》的第一名 并且在2008年到2011年之间 都于ISML国际最萌大赛中 获得了前十名的成绩 其影响力 甚至在日本出版社 《童原书店》所出版的年度高中英语教材中 《良工春日》的忧郁 原作小说变成了英语的课文 林波琳 林波琳为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女主角之一 角色由原版动画的导演 暗夜秀明构思 真本一行负责角色设计 在原版动画中 林波琳是一名沉默寡言的14岁少女 驾驶着EVA 视作林浩基对抗使徒 个性冷漠 仿佛没有感情 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消极空虚 但随着故事推进 与男主角进行一系列的互动后 她逐渐有情感化的表现 在《安夜》的构想中 林代表的是男主角心理无意识的部分 也是男主角恋母情结作用的对象之一 动画于1995年首播之后 林波琳获得了广大的人气 是早期萌文化的代表性角色 时至今日 仍经常登上角色的人气排行榜 启发了后世许多动漫角色 并在桌边商品 流行文化 Cosplay 跨媒体制作等方面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即使在多年后的今天 依然在二次元文化中 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唯五口五表情少女的始祖 而林的形象 也常被用月亮来比喻 月亮在人们心中 常会联想到母性 苍白被动 正是这些元素 让林有着神秘莫测 无法触及的感觉 日本工程师 实验优美子 甚至将她比喻为圣母玛利亚 而日本知名评论家 冬浩记则认为 林波琳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理由包含 深幽灵园会的优秀表现 以及写实的心理刻画 极其真实地向我们呈现出 当代儿童无法与人沟通的情况 日经新闻于2007年的报导写道 林波琳这个角色出下凡之时 日本人正处于泡沫经济 导致自行丧失的古地 对于伤痕累累 驾驶人造巨人 沉默得毅然战斗的林波 人们的共鸣 是扎根于那个时代的 林波琳也在日本动画杂志Animate 举办的年度女性角色投票中 缠联了1995年和1996年的冠军 有趣的是 明镇和柯南中的角色辉原哀 无表情的设定 再加上两位角色的身优都是林圆慧 所以两者的镜头调换 有时也不会感觉到违和感 杰臣明日奈 杰臣明日奈为清小说作品 刀剑神域系列中的女主角 故事中以雅思纳的虚拟形象进行游戏 为主角同源的战斗搭档兼恋人 性格开朗稳重且十分坚强 是京都大财阀杰臣家的千金 有趣的是 虽然刀剑神域系列作中 每一新篇章都出现新的女性角色 但杰臣明日奈的正宫地位 却意外的非常稳固 大概是纪念后宫居多的作品中 少数维持不败地位的女主角 而超高的人气 也让她的获奖精力十分精彩 例如2015年动漫fans最萌大赛 萌王 2018年facebook二次元动画小姐选举 冠军 2019年第六届reddit最佳女性角色大赛 萌王 这本清小说真厉害 女性角色部门排名中 2011年2012年蝉联第二位 而虽然在角色设计上并没有特别与众不同的特征 但依然受到许多女性的支持 受欢迎的可能原因是 2000年代傲娇女主角很受欢迎 但杰臣明日奈并不傲娇 而是凛然刚毅的女性 雷姆 雷姆是日本清小说作品RE 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中登场的鬼族少女 是双胞胎女仆拉姆的妹妹 外形上是水蓝色头发 水蓝色瞳孔的少女 性格上好恶分明 积极正面 并且非常为他人着想 前期虽然是个毒蛇的冷娇角色 但在心结被解开后 性格发生了180度的变化 一言以蔽之就是有够婆 刚开始虽然并非主要女主角 但随着故事的发展 读者对于雷姆的评价不断上升 在剧情第三章时 甚至一度高过女主角艾米丽娅 在主角蔡月卯灰心丧志之时 为了鼓励她所说的台词 从这里开始吧 从一 不 从零开始 不但呼应了作品标题 更是直接收获了一大群粉丝 而对应到的动画第18回 更在巴哈姆特动画风中 达成了历来总弹幕数前三名 观看次数第一的成绩 截至2016年 雷姆是阿姨从零开始的 一世界生活中 人气最高的女性角色 在人气评选的成就方面 可说是足版不及被载 在多个评选中 都有很高的评价 例如日本角川举办的2015到2016年中 创新动漫奖的人物评选率 雷姆得到第一名 在日本Cairpedia举办的 最有魅力的女性角色中 获得综合评选 第一名 2017年 Famitone 日本动画女角色选举排名 第一名 2019年 抖音雷姆 hashtag 总点击量突破1亿 成为首位点击量破译的 日本动画女性角色 OK介绍完今天的前五名角色 我们就来挑战捏脸 不过因为片长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挑战前两名 那我们就先来挑战 OK他这边现在有蛮多发型可以选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格好了 他的侧面这边跟雅思娜一样 也是绑起来 耳朵旁边这边也有一点头发这样下来 这边可以更换颜色 然后可以选择的 哇颜色真的非常多 现在我们就来捏脸 因为雅思娜是属于比较性格坚强的女性 所以我认为他的眉毛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他的眼睛眼线是稍微是往下的 睫毛的部分我觉得好像也不用太浓厚 雅思娜好像是有一点腮红的 所以我们这边帮他的脸颊上一点颜色 好哇这边还有好多 好多东西 我来看一下 雅思娜的脸应该是偏比较瘦的吧 然后在下额这个地方是有脚的 好再来是眉毛的细条OK 好这边可以调整的是眉毛的角度 双眼间距 好像稍微开一点吧 瞳孔往上一点 然后眼睛的颜色应该也是可以调吧 这个还蛮像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下鼻子 鼻子的话雅思娜应该是属于比较小的鼻子吧 哦我们这边还可以看一下侧面的感觉 唇形的话 这个是那个唇珠 我一直觉得他刚他的上层点太厚 就这样比较好一点 我连耳朵都可以调 可是我们这样看不到 他这么有个竖法 所以他这个头发可以竖上去 我们就可以调耳朵 雅思娜是168公分 所以他应该蛮高的 好那我们就完成了 那这个就是我捏的雅思娜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挑战捏 好那雷姆的话 我们就要选一个短发的 那就是这个 我们用蓝色的 哇选择困难 我看一下哦 嗯 这个吧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眼睛 眼睛的话我们一样挑一个最像的 那唇妆的话 因为雷姆的嘴巴很小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 比较干净的感觉 其实这个样子好像已经有一点感觉了 好那脸颊的部分的话 蕾姆其实是有一点小小的婴儿肥 稍微有远一点的感觉 那因为他的眼睛是比较偏大的 但是主要还是要自然 鼻子的部分我们可以稍微用小一点 好这样感觉差不多 然后我们可以把头发竖起来看一下耳朵 那身高的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弄矮一点 因为蕾姆其实不高 好最后这就是我所捏完的蕾姆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啦 因为这款游戏还是偏比较真人版嘛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真人版的蕾姆 应该就是偏长这个样子吧 不过这个捏眼系统的细节这么多的话 是不是可以捏一个带朵大椎撕脚啊 不知道厂商会不会给过 那我们可以来试着捏捏看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发型 它好像没有这种西瓜皮的发型 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这个也是刘海有往下盖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蕾姆我们先选一个 蕾白色 把头发弄成 绿色 它的眼睛是 其实就是一个黑点耶 那没关系我们先随便选一个 眼影的部分 眼影是有的喔 下眼影非常重 应该这个感觉喔 而且是红色的 唇妆的部分 我们先 我们先帮它上一个口红 脸型是属于比较有灵有角的感觉 所以 这个角度看似脸型是非常像的 眼睛的部分 因为是非常接近 给我孩子我们把眼睛放在最上面 呃 眼睛应该算大的吧 它是眼睛大但是眼珠小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把眼珠给调小 最小只能调到这么小 好那我们把眼珠往上调好了 比较一点病态的感觉 哦好这样子的感觉就比较像 接下来我们用鼻子 应该是没有这么尖 然后最后我们再调一下脸型的部分 好那这个带舵大醉刺叫就完成了 好OK 好这边是输入一下名字 那我们就 佩特罗吉斯 罗曼尼康蒂 字不够多哦 那我们就罗曼尼康蒂就好了 但这个我们是女生耶 我们还是用这个你好了 这样子就很可爱 我们帮他配个音哦 这边进入了祖先剧情 哦怎么有帅哥 一个身姿挺拔的男子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既然在喝冰淇淋圣代 太怠惰了吧 你不认同我的观点 你就是怠惰 我不会说了什么 冒犯他的话吧 说别人怠惰还好 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我可以直接买房子了 好我们选这个鱼人小屋 户主罗曼尼康蒂 我们现在有一事一厅 哦我们这边还可以布置我们的家园 墙壁都可以换 哇这个东西也太多了吧 哇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适合 喜欢DIY的游戏玩家 好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怠惰的人 所以我们就买个电视游乐器 一进门就是要看到一个电视游乐器 这样就非常的怠惰 然后我们要在地板上都放上跳舞机 找到哪里都可以跳舞 再来买一个 哦我没钱了 真是太怠惰了 才进家园不到一分钟就没钱了 这就是我所布置非常怠惰的房间 希望有机会你们可以来我家玩 好最后这边我们可以拍照 然后可以选择非常多的动作 我们就选这个 阿那大 大大ですね ok 然后我们这边还可以选择一些特效 好 拍照 好相信游玩到这边 大家也都理解游戏的架构了 尤其是我前面提到的 以闪亮之名的捏脸系统非常强大 大家今天看到我捏的这些角色 应该是可以认同的 如果你是热爱捏出自己喜欢的角色游玩游戏的玩家 甚至是热爱DIY服装设计自己家园的玩家 都不要错过这款以闪亮之名 高自由度时尚生活游戏 以闪亮之名 全平台火热公测中捏脸换装DIY 家园建造模拟经营等等超多玩法 等你来体验哦